2017年迪拜航展上的T-129武装直升机 美国防务新闻网站14日报道称 7月13日,土耳其国防工业部副部长发表声明 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当天签署了 30架土耳其航与工业研制的T-129武装直升机的协议 T-129武装直升机是土耳其在意大利阿护斯塔研制的 A-129毛流直升机的基础上改进而来 除其他功能外,该直升机拥有性能强劲的发动机 它搭载了土耳其的传感器和武器 T-129武装直升机的动力强劲 能够买足炎热气候和高海拔地形的作战需要 非常适合土耳其的地形环境 这也是巴基斯坦选择该型号直升机的至关重要的原因 目前在巴基斯坦服役的美制AHEF眼镜蛇武装直升机 20世纪80年代采购虽然仍在服役 但它们不仅火力有限,而且还无法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接的新都库石山脉的高海拔地区充分发挥作用 T-129武装直升机于2016年夏季高峰期在巴基斯坦进行了广泛测试 土耳其官员表示,他们对巴基斯坦地形和气候条件的严酷性感到非常惊讶 尽管如此,他们对T-129的表现感到满意 这也给巴基斯坦军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时期,中国曾派出三架直-15装直升机在巴基斯坦进行试验 但并没有给巴基斯坦陆军留下深刻印象 虽然直时还出席了巴基斯坦的阅兵式 但巴军方并未采购,并将直付时归还给了中国 2018年早些时候,俄罗斯也向巴基斯坦运送了少量米35武装直升机 巴基斯坦陆航直升机通常用于反恐行动 由于经费有限,巴军方不会大规模采购米35 土耳其T-129直升机拿下订单的关键 是其可靠的飞行性能 它的两部L-HTEC-CTS-8004A渦轴发动机 也能为巴基斯坦献议的12架 美智从AH-1Z攻击直升机提供动力 巴基斯坦此前向美国增购了AH-1Z武装直升机 但鉴于目前两国紧张的双边关系 美国向巴交付这些直升机的时间表非常不明朗 解放军持15装直升机T-129将进入巴基斯坦 服役的最早的可靠迹象是三架直升机 参加了今年3月23日的巴基斯坦日月兵 30架T-129直升机的交易价值约15亿美元 是迄今为止土耳其最大的单一防务出兴性一之一 土耳其在2017年向巴基斯坦提供了15亿美元的信贷额度 但该交易的付款条件尚不清楚 土耳其媒体报道称 该协议还将包括弹药、后勤、备件和培训 该武器的包装 可能包括Rocatsaw Chirot激光质导70毫米导弹 和UMTAS运程反坦克导弹 土耳其已经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基载武器的研制技术 土耳其此前已提出在巴基斯坦设立装配厂作为促成协议达成努力的一部分 不过根据两国最新达成的采购协议 30架T-129武装直升机将在五年内逐步交付 巴基斯坦并没有建立本国装配厂的迹象 可能已经被零件制造协议所取代 需要指出的是 巴基斯坦境内的严酷战场环境 成为各国武器实战的试验场 巴基内高海拔地区作战环境 对直升机发动机有着极高的要求 这种要求不仅体现在涡轴发动机的功率上 也体现在可靠性方面 中国直识曾参加八方的武器测验 但显然输给了西方同行 此外 由于巴基斯坦军费额度极为有限 通用性也是重要考虑 中国武器在对外出口方面 还应避免电打欺客的粗暴作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